好 再来看到市场关注的焦点 双网法说会在今天登场了 台积电第二季缴出量力成绩 EPS达到了9.14元 总裁魏哲嘉也提到 说今年美元营收成长 预估大约是35% 虽然明年半导体库存修正需要数计 但是台积电还是确信会持续成长 至于大力光 执行长林延平就坦言 库存问题严重 但是8月份会比7月好 祸国神山台积电Q2成绩单送上惊喜 毛利率冲上59% 每股存益9.14元再创新高 Q3猜测同样不俗 台积电预估本季营收198到206亿美元 寄增率突破一成 超越市场预期均值 汇率以29.7美元为基础 虽然通膨和材料成本走高 估毛利率和营育率会略为下滑 不过仍处于高档水准 换言之第三季营收获利 仍有望再创新高 虽然半导体业被库存缠身 但台积电就是要给定心丸 认为只是正常季节性调整 高阶手机没有问题 高速运算物联网车用也稳定成长 今年部分资本支出 虽会递延到2023年实现 不过仍会接近先前目标低档 400亿美元 而一直以来最敢说真话的大力光 第二季毛利率回升到55%以上 每股存益37.06元 看好下半年新机拉获启动 第三季业机会渐入佳境 下半年案子虽然变多 不过大力光也坦白点出 供应链库存问题严重 客户下单量确实较低 短期还是会有不少干扰 东森财经新闻客户名燕子金 台北报导